秋風 月梓作曲 環珠 王彜 還記得 初相見是場震撼 從此後 我心裡被你填滿 狂风中 暴雨里 星星相依 迎着风 迎着雨 笑容灿烂 奔向你让我们策马奔腾 奔向你让我们踏遍红尘 奔向你让我们静静相随 奔向你让我们挥洒青春 这常爱强烈到天梦地裂 这常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情人能见 我和你共始终 此情不灭 也曾经 让你哭 陪你流离 转眼间 你用爱 把我包围 为了你 我可以 放弃一切 为了你 走天涯 始终不灰 这常爱强烈到天梦地裂 这常爱坚持是轰轰烈烈 不管他人之间 情人能见 我和你共始终 此情不灭 不得 Natur 文明» 声声爱我的两个女儿 也就是深深伤我的两个女儿 你们把湘飞送到哪儿去了 我们也是今早才听说 湘飞娘娘不见了呀 昨天晚上的八七佳宴 您体贴我心情不好 让我们书房斩不用参加 我们在书房斩哪儿都没有去 没有见过湘飞娘娘 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要不要问一下金灵子和银灵子呀 别再跟朕演戏了 紫薇 湘飞娘娘到底到哪儿去了 你说 什么 金灵子和银灵子也不见了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我们只是听说湘飞娘娘不见了 小燕子 别再跟朕装算了 侍卫已经跟朕报告过了 昨天晚上 你跟紫薇穿的小太监的衣服 在生物门前鬼鬼祟祟 你那么爱说话 你来告诉朕 昨天晚上你们在生物门前 做了些什么 快说 霍阿满 昨天那么热闹 客人那么多 我好奇啊 我想看一下什么是 八旗家园 八旗将领 长什么样子啊 放肆 根本一派火焰 你刚才不是说 你一整天都在树方斩吗 现在有了人阵就在这边圆黄 小燕子 你的那些招数 朕早就摸透了 你招还是不招 湘飞娘娘被你们带到哪去了 紫薇 你说 我不知道 我没有带走她 也不知道她去哪儿了 来人哪 把树方斩的四大财子跟美女 通口给朕抓来 撤 花阿满 对不起 我知道 这件事情是我做的 我不该把湘飞娘娘放走 如果你要怪罪 就怪罪我吧 这件事 和小燕子没有关系 和树方斩的菜子美女 都没有关系 这些事情 都是我的个人行为 完了 我就知道紫薇没办法撒谎 她太 太善良了 你招来 你们两个跟那三大互惠 都有份吧 小燕子美 除非有领衣外合 不会那么轻易走的 紫薇啊 你真的是朕宠爱的女儿啊 你怎么忍心对朕 做出这么大的废态 花阿满 我这母座 你是于心不忍了 我不忍心看到她 决定在这个皇宫里 你想想 小燕娘娘子从进了过 她就很少高兴过 她也几次三半的 差点丢掉了性命 身体上 心灵上 都受到了很大的折磨 她是不快乐 不自由的 现在她离开了皇宫 对她来说 是一种幸福 一种解脱 以后 她就可以不再受到 皇宫里的折磨了 花阿满 如果您真的爱她 您就应该为她的离开 而感到高兴了 我求求您 您不要难过我好不好 求婧 你是说朕的皇宫 是个大监狱吗 你对她相非于心不忍 你就可以对你的阿玛 不仁不义吗 韩香是回部送给咱们 大清皇朝最珍贵的礼物 你现在让她消失不见了 你让大清 怎么向回部人民交代 怎么向阿里何卓交代 你那么聪明有智慧 你来告诉朕 皇阿满 你不要责怪子卫了 是我和子卫一起设计的 和他们三大活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们和您一样喜欢韩香 老伯爷已经赐赐过香妃一次了 难道不会有第二次啊 您能时时刻刻保护她吗 万一那一天 老伯爷她又不高兴了 又拿韩香出气 到时候就再也没有宁香婉 可以救她了 皇阿满 你既然那么爱韩香 你就饶她一条生路嘛 再一次 该怎么保护韩香 该对她做出什么样的安排 都轮不到你们两个插手 那是朕昭告天下册封的妃子 你们两个真是太大胆了 将朕对你们的疼爱和感情 玩弄在鼓掌之间 朕真是对你们感到失望透了 朕今天非要将你们论罪不可 来人 将还珠哥哥 子卫哥哥 押入大内监牢 追回香妃之后乱楚 是 皇 皇阿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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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稀怒 还珠哥哥和子卫哥哥 是处于一片善意的 请皇上念在子卫哥哥 身体娇弱的份上 我要把她关进大堡 皇阿满 既然湘妃娘娘的离开 给您造成了这么大的冲击 您又何必对您宣爱的 小燕子和子卫 造成那么大的伤害呢 儿臣知道您非常激动 所做的决定也是一时冲动 儿臣恳请皇阿满 先暂时冷静一下 不要造成我们大家的遗憾 皇上 臣班建明自知没有身份地位 为两位格格求情 但是千万不能把他们关进大牢 自从他们进攻 中箭的中箭 中刀的中刀 还挨过板子 受过私刑 和一天到晚把长寿拎来 为他们治伤 这种事情不能一再重演 每次事后皇上曾经都后悔 请看在妇女情分上 饶了他们两个吧 什么富贵之情啊 他们如此嚣张 如此胆大妄为 朕哪有这样的女儿 勇气 班建明尔康 朕知道这一切你们都是共谋 你们最好把嘴闭上 否则一起关进大牢 来人 还不快点把他们压下去 是 住 黄阿满 黄阿满 您说过的 我和紫薇是您的左右手 你怎么能把自己的左右手 跟到监牢里去哪儿 您对我们说过那么多温暖的话 都是骗我们的吗 你是皇帝 你怎么老是说话不讲信用啊 追我信言 朕这次不会再守信用了 你的脑袋这次朕要定了 明天第一个看的就是你的脑袋 其他的人 再一个一个败 黄阿满 你不能看小颜色的脑袋 你答应过我 让他不死的 朕答应你的时候 以为你还是个赤胆忠心的姑娘 现在你已经变成了一个 满头谎言 满肚子诡计 行为乖章 不择手段的女子 对这样的女子 朕还有什么信用可言 拉下去 走 我不要去家了 还经过作用父的家了 或是吗 我离过自立管道兵士 现在又是什么大类家了 我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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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came来 进去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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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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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呗 不要怕 也不要哭 我跟你说 我们进监狼 就跟家常便饭似的 这个监狼我都熟悉了 就跟进自己家一样 老朋友 你在哪呢 我们又来了 快出来迎接迎接 小燕子 你在和谁说话呢 这是什么老朋友啊 蟑螂和老鼠 自卫 想什么呢 跟我说说话呗 你说我们两个还有救没救 王阿玛说 明天第一个就要砍我的脑袋 我还逃不逃得掉 我不怕死 但是 我怕皇上要从我们身上 追查韩湘的下落 我怕 在我们砍头之前 还是会逼刑 就像那次我被挣扎一样 小燕子 你要注意了 我们已经落到这个地步 无论受什么苦 无论受什么苦 我们都要咬紧牙关 不能空出 韩湘和曼尔丹的逃亡路线 你知道吗 我发誓 就算用火烧 用针扎 用棒子打 用刀子砍 用鞭子冲 用夹罐夹 用追子追 用锤子敲 用身子泪 或者是把我的指甲割我的肉 戳我的眼睛 断我的手脚 我都不会说出去的 我 腹痕 恶民 葛峰 你们各带数百人出 俯臣门 朝阳门 安定门 永定门 兵分四路去弃捕相飞 只有一夜的时间 他应该跑不了多远 你们务必要把他捉回来 但是这是宫里面最大的秘密 绝对不可以说是去 缉纳妃子 要暗访 知道吗 臣 明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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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呀 看看 这真是这最大的错误 给你推入 持火 持火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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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息怒啊 皇上 皇上 这幅画不只有小燕子和紫薇 还有我的舅哥哥呀 皇上你不要毁了他 皇上 你不是说 这幅画是最美丽 最温馨的吗 皇上 你不要就给臣妾吧 臣妾呀 皇上请给臣妾吧 放开我 放开我 皇上 放开我 皇上小心 娘娘怀有身孕啊 你不要命了 这幅画毁了就算了 值得你去抢救吗 皇上 这幅画 时时刻刻都出现在臣妾的眼睛 就格格还小 紫薇和小燕子 整枝斗口年华 一个天真 一个温柔 臣妾知道 他们犯下了滔天大罪 可是在他们心底 也有一片可贵的热情啊 才会闯下如此大祸 皇上 如果他们是麻木夫人的孩子 只谈取荣华富贵 他们就懂得明哲保身 不会落到如此地步的 求你 看在他们曾经给您带来的欢乐上 就放了他们吧 好了 原来你想替那两个哥哥求情 朕劝你神神啊 是不想再听到那两个哥哥有多好多好的话 你也明哲保身吧 你走吧 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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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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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说香妃确实是紫薇哥哥和桓朱哥哥放走的 你怎么知道的 刚刚皇上在宝玉楼大审了两个哥哥 听说他们招了 皇上现在气得把紫薇哥哥和桓朱哥哥放走的 彭彭death 朕 会声会色 把整件事情 渲染得乱七八糟 什么五花八门的事情 都出笼了 本来嘛 这有个会香的妃子 就已经是很怪了 现在这个妃子 次次不成 死里逃生 最后居然逃到宫外去了 如果追不回香妃 咱们怎么对人说呀 阿里侯州 如果跟咱们要人 咱们该如何是好 老佛爷 您不是心里 已经有苦了吗 当然是说她生病去世了 上次 她吃了鹤顶红之后 如果死了 咱们也得这样说啊 是不是 总之 老佛爷本来就不喜欢香妃 她现在自己逃走了 不是更好 走了就算了 咱们宣布她死了 是不是就让皇上 不要再去追了 是啊 现在这种情况 当然不要去追 不在咱们宫里的心 追回来又有什么意义呢 说不定 哪一天又逃出去了 所以呀 老佛爷 这还珠格格和紫薇格格 说穿了 也是帮您除去了心头大患 您就劝劝皇上 放了他们两个吧 你说得简单 哪有这样的好事 他们犯的七军 叛国包庇偷渡 种种大罪 每一条都是好几个死罪 怎么可能有生路呢 在宫里丢了奴才 那都是斩首的大事情 现在丢的可是皇上的妃子啊 这种事情 怎么能求情呢 老佛爷 现在只有您能救救他们两个了 您就行行好吗 他们的生命 总比蚂蚁的药珍贵许多呀 那倒不一定 蚂蚁不会把妃子放走 蚂蚁不会犯欺君大罪 奴才叩见老佛爷 起来吧 谢老佛爷 我要你办的事查清楚了吗 是的 老佛爷 你办完事情 奴才就快马加鞭地赶回宫里来了 清儿 你先下去 忙你自己的吧 是 老佛爷 原来是这样 太不可思议了 我就知道子薇会招 但是我没想到 他会招得这么快 我们现在连退路都没计划清楚 他们两个就被关进了大牢 这真是糟糕极了 我脑筋已经不够用了 生怕他们两个会被用刑 那子薇身子那么柔弱 怎么经得起折腾了 情况还不是雨太糟了 皇上明白我们都有份 却没有把我们一起关起来 可见他心里还是有顾忌和理智的 你们两个太激动了 子薇和小燕子暂时关一关 可能只是惩罚他们一下 说不定明天就放出来了 我可没你那么有信心 这次情况不妙 我们一定要想尽一些办法 救出小燕子和子薇 希望清儿可以在慈宁宫 策动老佛爷 清儿自从跟我们初学回来之后 老佛爷对他就没那么信任了 他在老佛爷那儿能发挥多少的功用 我实在是没有把握 吴阿狗夫大爷 刚刚慈宁宫的太监来报 老佛爷跟皇上 让你们两位马上赶到慈宁宫去 找你们去慈宁宫 是不是有好消息 老佛爷说断了皇上 要释放小燕子和子薇 清儿一定还是有办法的 有意思 我们快走 半经民 我们一块去吧 我们要一起迎接小燕子和子薇 逃脱金牢 快走 小燕子 小燕子 你们几个不要说话 哪一个是子薇 你们认一认 回皇太后 我真的认不出来了 她那时候还是个婴儿啊 子薇 子薇 你还记得我吗 你还记得我吗 旧宫旧婆 你们不是在济南吗 怎么回到北京来了 好多年不见了 子薇 你都长大了 都长成一个小美人了 记得你们搬到千方山下那一年 你才只有九岁 还到我这儿啊 好好好 这么标致的女儿 又进了宫 义和呀 也该安心了 是啊 认亲认完了吧 子薇 他们真的是你救公救婆吗 是 我也不知道他们二老怎么会到北京来 是来找我的吗 是来偷奔我的吗 是来偷奔我的吗 舅爷爷 舅奶奶 你们好 这不是金锁儿吧 是啊 你还跟着子薇呀 真好 真好 好了 那么这亲戚的关系是没错了 子薇 你家原来住在哪儿 后来搬到哪儿 原来 住在鲍突泉路 江家乡五十二号 后来搬到了千佛山下的梨花镇去了 你是哪年哪月生的 任虚年八月二号 李婆婆 你把子薇的出生年月日再说一遍 回皇太后 那年我接生的那天 是奎害年间那月初八 不过 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姑娘 我 我真的认不出来了 夏宇和有几个女儿 回太后 夏宇和只有这一个女儿 是是是 只有这一个 是是是是 只有这一个 不不不 不是这样的 我是八月生的 我娘说过 那年子薇花开得特别的好 到八月还没有戏 所以取名叫子薇 可是 你确实是奎害年 拉月初八生的 还是我帮你娘找的接生婆 一开始你并不叫子薇 大伙都叫你小不点 因为你生下来很小 一直到你六岁 你娘才突然给你改了名字 说叫起来不好听 这才叫子薇的 怎么会这样 我娘不会骗我的 我娘说得清清楚楚 怎么会变成这样 你们肯定吗 我不是认许年生的吗 真的 没错 没错 你跟我们家秋儿 是同年生的 没错 子薇呀 你和你娘设下了这么大的一个圈套 把朕耍得团团转 什么苦手寒咬十八年 让朕以为她是第二个王宝川 对她充满了愧疚和惭愧 还用一颗最真挚的心来接受你 结果这居然只是个处心积虑 策划了多年的大骗局 你的出身远在朕 离开济南两年以后 你娘居然是这么一个 诡计多端 满腹阴谋的女人 怪不得会有你这种 诡计多端 满腹阴谋的女儿 朕真是瞎了眼 才会认了你 我娘不是这样子的人 她不是 她不是 皇阿玛 你了解 你认识她 不要叫朕皇阿玛 朕不是你的皇阿玛 皇阿玛 您不要中计了 这几个人 他们从哪里跑出来的 根本都没弄清楚呢 就算他们真的是 紫薇的救公和救婆 可是他们都老了 说不定 他们记错了年份和月份呢 您不要因为失去了湘妃 就失去了李治 您冤枉了紫薇 又冤枉紫薇的娘 夏宇和已经死了 她不会从那底下 跑出来申冤 你给朕入口 你跟紫薇串通仪器 根本从头到尾就是个大骗局 现在东窗事发了 你不知羞耻 居然还敢振振有词 放走湘妃的大罪 你们斩几个脑袋都不够 什么皇阿玛 这也不是你的皇阿玛 皇上 我跟着太太九年 直到太太去世 我也用我的生命 跟一切赖八十 太太 她是个高贵贤惠的女子 绝对不可能像皇上想象的那样 她紧急如画 痒痒惊痛 娇玉小姐也非常严格啊 朕不想再听到 关于夏宇和的任何一句话 朕再也不相信那些谎言 把这些跟夏宇和有关系的人 偷偷拉下去 朕不想再见到他们 滚 皇阿玛 这件事我百口莫变 当不当和阿玛的女儿 我已经不在乎了 但是我娘的人格操守 不容辱命 如果我不是您的女儿 我娘不会那么说的 我已经完全混乱了 娘 你在哪儿 你告诉我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告诉我 你告诉我 好了 不要再演戏了 我已经看够了你们的戏码 如此欺君大罪已经罪无可恕 回到监牢里去等死吧 皇上 先听我说几句话 二康 今天把你叫来 就是要你亲耳听见亲眼看见 这一年多以来 身陷在一个什么样的大阴谋里面 你以为只有皇上被骗 被骗的还有两个人 一个是勇气 一个就是你 醒醒吧 二康 你是皇上忠心的臣子 是我们大家深深喜爱的二康 别再执迷不悟了 这两个丫头 来历不明 满口胡言 你别再被他们骗了 现在紫薇根本不是格格 是个大骗徒 你对他的情感也该做个了结 只要你醒悟 你还是我们的二康 放走湘妃 如果你也有参加 你的罪 也可以一概免除 听到没有 二康 好似为止 紫薇和你永别了 我 我爱他 重视他 百姓的专虾 你一定要这么理解 对这种人 我爱他 重视他 并不是因为他是格格 并不是因为他是格格 并不是因为他们的他 因为他没有办法 求你了 他不想要及愉快 我爱他 重视他 并不是因为他是格格 并不是因为她有着皇室的血脉 而是因为 她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姊妹 皇上 就算她是凡夫走卒的女儿也好 她是流氓地痞的女儿也好 她是杀人凶手的女儿也好 她是穷酸乞丐的女儿也好 她依然是我的姊妹 我对她的喜爱和感情 不会因为她的地位 而受到丝毫的影响 要我用姊妹 来换取生命和荣华富贵 未免太小看我了 好 二康 我冲罢你 我为你鼓掌 有你这么伟大的人 爱着紫薇 我连开头都不怕了 好 我们就要头一颗 要没条 我 快 快 快 麻烦 快来 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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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相信那些 舅公舅婆的话 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买通了 怎么着跟你说瞎话 你的生辰八字 太太交代得那么清楚 绝对不会错的 难道我们不相信太太 要相信那些不相干的人吗 金索 你不要为我抱不平了 我现在一点也不生气 我是哪年哪月生 我是谁的女儿 已经完全不重要了 花马认不认我当女儿 我也完全不重要了 我反而要谢谢旧公旧婆 如果不是他们来作证 我怎么会更深一层地认识尔康呢 我现在觉得很幸福 无死而无憾了 自从来到树方斋 宫门劳门分不开 尽管千岁千千岁 脑袋迟早掉下 小燕子 你做了一首诗 有一种视死如归的味道 有果什么味道 什么死乌龟的味道 我还臭王八的味道呢 你骂我 我怎么会骂你呢 你呀 做诗还像你的样子 说成语啊 就原形毕露了 我最喜欢两句成语 一句啊 是勇者不惧 一句是无欲则刚 第一句的意思是 勇敢的人什么都不怕 我希望我们面对死亡的时候 也能做到用这不去 无欲则刚 我没有那么伟大 我怕死 怕痛 怕饿 怕冷 怕没朋友 怕蛇 怕毛毛虫 怕鬼 我怕一大堆的东西 我也什么都要 我要活着 我要快乐 要自由 要享受 我要你们 我还要勇气 怎么办 事情已经发展成这样 一夜之间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小燕子跟紫薇 到底该怎么办 一个帮助香妃娘娘 逃跑的罪名还不够 现在 居然还加了一个 假冒格格的欺君之罪 那个旧公旧婆的证词 太有杀伤力了 怎么会和紫薇的说辞 差这么远 这里面一定有问题 都怪我 居然不知道老佛爷 让婆公公暗中 去调查紫薇的身世 都怪我太疏忽了 去调查就算了 我万万没想到 皇上宁可 相信这些陌生人的话 却不相信 辛苦认亲的紫薇 皇上肯定因为失去香妃 脑子气坏了 紫薇现在最佳一岛 我们必须想办法 救出小燕子跟紫薇 我的直觉告诉我 香妃出宫了 也是我该带紫薇离开的时候了 不只是你们要走 这个皇宫 我也没什么值得留恋的 我也要带着小燕子离开 二康 为了我们 赞你一次逃亡计划吧 这次 不管是谁一哭二闹 我都非走不可 要不然 我会被辛蓉折磨到死的 要走 你算我一份 从头到尾我都参与了一切 是兄弟 就大家一起走 你们不能抛下我 如果你们都走了 那我怎么办 我也要跟你们一起走 清儿 你从小在宫里找她 养尊处优衣食不缺 或许不久后 老佛爷会给你找一个好人家 让你风风光光地嫁出去 你实在没有必要 跟着我们鱼血风霜 浪迹天涯 你们个个都不需要 老佛爷的安排了 怎么我就必须要 接受被安排的婚姻呢 我也用我自己想要 与不要的权利 留下来 我会哭伪的 我不想要成为这样的情儿 我也要和你们一样 潇潇洒洒地去追求未来 可是 我们计划的是一条逃亡之路 这条路上 充满了危险和变数 我们第一件要做的事 就是把小燕子和子薇救出来 把他们救出来之后 我们就开始亡命天涯 等到我们都逃跑了 皇阿玛一定会大肆追捕 我们在皇宫里 还需要有一个人帮我们说起 所以 我觉得 你还是留在皇宫比较好 我们需要所有会武功的人 柳青 柳红 小姐 我们一面准备逃亡 一面准备劫狱 勇齐 晴儿 你们两个待在皇宫里 随时掌握子薇的情况 尤其要定谨老佛爷 不能让刺死这种事情 发生在子薇和险暗子身上 你也没有说过 我还能连强队 你也没有睡 你也没想到我 你也没想到我 我还没想到我 而且还放走了湘妃 额娘早就跟你说过 她不是个好女孩 现在事实证明了这一切 你总该清醒分尽善恶了吧 还好 当初没同意你和她成亲 真是谢天谢地呀 额娘 如果您是特意来批评小燕子的 那就不必了 小燕子是什么样的人 我一个人清楚就足够了 其他人怎么看待她 都不会影响我对她坚定的感情 永齐 你到现在还是执迷不悟吗 你居然当着你福尽的面 大谈你和另外一个女人的感情 你到底把欣容放在什么位置了 你就不怕伤了欣容的心吗 额娘 我没有关系 欣容只担心 自己对额娘和吴阿狗的关心不够 照顾不周 其他人给我什么打击 我都不在乎 我都可以承受的 二娘 现在小燕子他们的事情 已经被拆穿了 现在吴阿狗应该是需要一点时间 普遍她的心情 咱们就让她静一静吧 夜深了 我陪你回房去吧 翻成ville 你看到了吧 像欣容这么织书达理的女人 简单吗 容易吗 你不好好珍惜欣容 你还望着谁呀 你这孩子 额娘 日后有新荣作伴 没有我的日子 您还是可以过得好好的 原谅我 必须忠于我的爱情 您一定要健健康康地活着 什么 找不到 你们将兵分几路 还是什么线索都没有 启禀皇上 实在是像大海里捞针 一点头绪都没有 皇上 臣出了永定门 已经走了一百里 因为皇上有旨 布的圣章是寻找娘娘 所以有所顾忌 查询路人都不得要领 实在是无从追查 皇上 是不是可以用 帮画师画的娘娘肖像 再去寻访 宫里面丢了娘娘 怎么可以到处宣扬 朕不是再三交代过 只能暗访不能明察 您不都听不懂吗 怎么可以拿着画像 公然找寻呢 你们都给朕注意了 谁对口风不紧 透露了朝廷机密 朕一概致罪 皇上 臣等万万不改宣扬 直视安放 不成明察 是 这是 这是 你们到底有几分把握 我坦白地告诉这人 找得到还是找不到 启禀皇上 这件任务确实困难重重 中国这么大 山有山路 水有水路 一时不知道上哪儿去找 只怕我们调兵遣将 劳民伤财 到最后还是得不到要领 更何况 调兵越多越不能保密 只要我们出去防 就保不住这个案子 人多口杂 传言一定纷纭 还请皇上明示 要微臣如何做到实全实美 是啊 怎么可能又追查又保密 算了 停止追查 傅寒 臣在 宣布湘妃娘娘病逝 派人到回江去 向阿里合着报丧 这件事 就到此为止 臣遵旨 你们都下去了 臣等告退 臣一生无风唤远 威朕死亡 最后既然败在两个孩子的手里 而且是朕最心爱 最信任的孩子 太可恨了 太可恨了 紫薇和小燕子 处心积虑冒充格格 蒙混进宫 在宫里面欺上瞒下 犯下一大堆不可饶恕的大案 金锁是帮凶 罪大二级 朕现在宣判 紫薇和小燕子死刑 明日武师 斩首示众 金锁是个丫头 对主子唯命是从 虽不致死活罪难逃 好 今日起发配啃木碧锡尔 出以流行 皇上 请开恩 两位格格在宫里一年多 也曾带给皇上许多的欢笑 紫薇格格在您威不出巡时 还奋不顾身地替皇上挡刀 今天虽然闯下大祸 但罪不致死 请皇上 明察 天皇上 皇上 资薇是不是冒牌的格格 还有待追查 不能只听三个老百姓的片面之词 就下着定论 您在圣怒之下 把格格给杀了 等七交之后再后悔就来不及了 皇上 皇上 请您收回成命 至少 延后几天再宣判 好不好 我们都为两个格格起命 请皇上开恩 看透就看透 有什么关系啊 是能冒充格格 你才冒充我们的爹呢 早知道你是这样不守信用 不懂感情 动作叫得开人的脑袋 我才不要认你这样的爹呢 今天 我们都醒了 若是你认错了女儿 是我跟子薇认错了爹 小燕子的话朕听到了 子薇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我为我娘抱屈 你否觉得她的人格 你占有了她 再辜负她 最后你还冤枉了她 你配不上她 宣判完了 立刻执行 谁再说清 谁再说清 一起砍头 一起砍头 皇上 我不要去什么 砍不砍的地方 我也要砍头 皇上 臣请求和紫薇小燕子一起死 他 清儿一定要为两位格格求情 皇上 难道您忘了难寻食的点点滴滴了吗 清儿 这儿没你说话的余地 你住口 花阿玛 您一直是我心中敬佩崇拜的花阿玛 但是 您瞬间否定了这一切 您听信谗言 您不再是我心目当中的 慈父仁君了 既然小燕子要死 我也不想搞活了 皇上 不要听勇气乱讲 他失受小燕子蛊惑 他已经神志不清了 皇上 千万不要钱的吴阿哥 他是我的新婚夫婿 八戚家宴才刚刚结束 难道就让我失去丈夫吗 皇上 小老百姓犯错 还是要层层关卡 调查审判才能定验 小燕子和梓威如此敬爱您 你怎么舍得他们一死 一阵温柔的风 吹拦着我的脸孔 吹拂着我的脸孔 在我心中楼下了 一道顺利的红 一阵轻轻的风 吹拂着我的脸孔 在我心中楼下了 一阵轻轻的风 吹拂着我的脸孔 红月轻轻轻添 风而阵轻吹 风而阵轻吹 河风轻浮 狠风暴风 我拎下所有的风 有时欢喜有时轻松 红月轻轻吹 空而阵轻吹 即是天好即是地痛 何依旧 堅強敬禮 堅強敬禮不該笑容 風兒真真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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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風兒真真重